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名前史的国家分别是爱尔兰 澳大利亚 挪威 斯洛维尼亚 新西兰 西班牙 葡萄牙 加拿大 荷兰和波兰 我不知道这几个国家有没有符合大家心目中的预期 因为我自己生活在加拿大 从我自身感受来说 加拿大能够名列前茅还是当之无愧的 确实 你看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几年了 你要问我这个话题 那么我的回答可能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这个问题 就在这十几年以来 从没有孩子的时候自己出去玩 到后来一个娃 两个娃 就是在加拿大范围出去玩 说实话这个目的地的安全与否 从来都没有进过我的考虑名单 它其实就是说 哪哪都是比较安全的 这是一个基础的不能再基础的东西了 当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挺稀松平常的事 也会震惊到我 比如说我当时刚移民成功的时候 要办那个医保卡嘛 就在魁省叫太阳卡 去申请的时候 他告诉你说 必须要等三个月之后 才能够拿到卡使用卡 他应该是说要确认 你会留在这个地方居住嘛 但是当时的文件上呢 写了有三个例外 就说在这三个例外的范畴里 你可以即刻马上使用这张卡 我当时就印象特别深刻 一直寄到现在 这三个例外 第一是怀孕 第二是大规模流行病 第三是家暴 当时的我确实是非常开心 因为当时我确实是怀孕了嘛 就没有耽误 就马上就享受到了这个医保的服务 但是你看这几点里面 就说这个政府对于家暴的态度 也是可见一般的 你提到这个家暴 其实在之前我提的那个排名里面 你知道加拿大 它是家暴比例最低的国家 这让我想起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政府它除了给低收入人群 开始发钱之外 还开通了心理辅导 最让我惊讶的是 他们还开通了家暴收容所 你知道 但是我还很诧异的想 难道加拿大家暴比例很高吗 现在才发现 原来这些都是政府在做 这种各种预案 防范于未然 确实啊 当时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条新闻 特别的夺人眼球 就是说这个家暴的比例又增加 就是说大家长时间的 憋在一个固定的环境里面 面面相去不知道干啥 然后就是可能 激出了一些不好的方面 但是这个东西 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 特别切身的亲身的体会 但是之前在社交媒体上 有一个很酷的 一个保护女性的例子 说是发生在魁北克的 他是这么说 就说在魁北克的 有一些酒吧呢 会在女性的卫生间的 显眼位置贴一个告示 就问你说 你的约会对象 是否和想象中出入有点大 不管是出于安全考虑 还是只是觉得有些不适 我们都会在你身边 你可以去这个吧台 点一杯什么什么酒 不加兵 就是说让服务员陪你到门口 加兵就是让服务员帮你叫d式 如果加亲民 就是服务员帮你报警 就说我们会尽量 不动声色的保护好你这样子 这也太酷了吧 好想去喝一杯酒 然后享受一下他们的服务 加拿大保护女性方面 真的是做得已经非常好了 不过呢 我觉得要达到那种真正的男女平等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 有色人种的女性来说 其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从我个人 微观此面的感受来说 我自己是非常满意的 比如说前几天 我还发了个朋友圈 分享了一件事 就是我一手拎这个西瓜 要去进快餐店取我的快餐 结果一个里面正在吃饭的陌生人 他就赶紧站起来帮我开门 然后再后来我一手拿快餐 一手拿着大西瓜 拎着往家走的时候 后面又有一个陌生人 他就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 就没等我反应过来 还没等我回答 他就抢走了我所吃的西瓜 然后把我送到了家门口 你知道就那种感觉 就是来自陌生人的这种上瘾 就让我感到非常温暖 你知道我当时到家放下西瓜 我就发了个朋友圈 这个是微观层面 我真的觉得就感受特别好 但是从宏观层面来说 还是说有一些数据 它是表明说男女同工不同酬 然后女性高管比例又比较低 同时呢女性还有母职惩罚现象等等 其实还是有一段路是需要去走的 然后我希望我们也能够说 为这样的进步能够出一份令 是其实他每一个陌生人 他释放的善意和正义感 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小社区的 一个安全的基础吧 我要是去想的话 关于这个安全也有一个例子 就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 带着孩子们出去旅游嘛 就说这个一拖二出去玩 怎么选目的地就很有讲究 实话讲现在孩子们 还比较小 我就比较偏向于带他们在北美 这片晃悠 一是说基本的安全有保障 这咱们刚才有聊 第二就是说从食物到饮水 这些基本的标准都是比较高的 就说食品卫生也是一种 也有很大的保障 出去玩呢基本不用担心孩子 因为外界的原因生病啊什么 这也是让我感觉 比较踏实的一个原因吧 我还挺佩服你能够 一拖二出去玩 就我是那种特别不喜欢 独自旅行也不喜欢做攻略的人 你就知道成群结队多热闹 而且旅行过程中和人在一起 是最容易碰撞火花的 就我很享受这个碰撞的过程 就是你知道在面对不确定 面对新兴感的时候 每个人的反应和想法 它其实都与日常生活中都不太一样的 我就很喜欢观察他们这种 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现在想 好像真的没有独自旅行过 但是独自出差过 感觉不太好 那我们可能确实是不太一样 我是极度喜欢一个人出游的 我自己坐火车呀 坐飞机到另一个地方玩都有过 但是我也不是傻子哈 确实选择的那个都是相对安全的目的地 我们其实大家都会有种感受嘛 就是女性在旅途中会遇到什么 新闻上有报道的最严重的 有性侵啦凶杀啦 程度轻一点的 我们每天可能都会遇到的 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啦 对你吹个口哨啦 摸你一下啦 或者就是因为种族原因 遭人一些歧视蔑视等等 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女性出去玩 大部分都能安然无恙的回来 但是也有不少女性遭遇了这些 比较不好的事情吧 所以不管我们自己玩 还是和朋友家人一起 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没错没错 我之前关注过一个 38岁的一个博主叫杰西卡 她呢是第一个 走遍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黑人女性 就真的很了不起 就她出生于美国底特律 然后在2019年10月的时候 到达最后一个国家 赛什尔 她几乎是独自一人 去探访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然后呢 我觉得她提供了几个安全指南 还挺有参考意义的 我分享一下给大家 就是说做旅程中尽量选择 有安保服务的酒店 然后如果选择Airbnb 她只会选择持续得到好评 并且获得超赞房东身份的房东 她会用Uber打车 这样位置信息就能被跟踪记录 等等这些小窍门 你知道哈 当你给我发说 有这个最安全清单的时候 我就好奇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危险清单呀 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 还真有 美国有个著名的旅游博客 叫Arsher Lyric 发布的说 2019女性独自旅游 最危险目的地榜单 其中的前九名分别是 南非 巴西 俄罗斯 墨西哥 伊朗 多米尼加 埃及 摩洛哥和印度 你知道这墨西哥就一直是 我非常向往想去 但是又考虑到安全问题 又不太敢去的地方 另外这个埃及也是 我也特别想去 但我在想 如果叫上几个家庭一起去的话 挑个最安全的旅游区 是不是会好很多 他的这个评价里面 肯定有很多不同维度的标准 不过对于像现在 我们这种带孩子的家庭来说 基本上我们肯定不会去探险嘛 你像墨西哥 坎昆 也算是加拿大过冬的 一个标准目的地之一了 我自己这么多年 我去过三次 我的感受是 如果只是在旅游景区里 说实话就和在那个罐头罐子里晃荡似的 你接触不到本地人 本地人也接触不到你 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你都去过坎昆三次了 好羡慕啊 你知道我来了加拿大之后 就一直疫情了 我一直就没有出国玩过 我现在回的愿望就是说 希望疫情不要反复 这样我明年也可以出国去玩一玩 是啊 我今年圣诞嘛 也是憋得太久了 忍不住了 带孩子去多米尼家 也是希望疫情不要反复 期待一切都顺利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 欢迎给我们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哦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一起听见加拿大吧 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